劳动部于今年开始举办大专院校劳动权益巡回讲座 预计在9到11月间与石所大学进行座谈 而中正大学则在11月23日举行 由中正大学高龄研究基地以及学生会共同承办 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借由一个律师来讲解 关于学生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权益 是会让学生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其实在今年6月的时候 我们中正大学也有配合我们的劳工团体 在这个调查我们大学附近的商家的一个打工的薪资的状况 那这个调查呢显现出来好像我们在中正大学附近 这个商家这个违规的违法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 那我们当然知道商家违规这部分我们会加强检查 来达到这个希望他们能够符合法令的目的 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在学生这部分呢 他们也要知道他自身的权益是什么 讲座分成两部分的演讲以及综合座谈 专题讲座透过专题演讲以及案例探讨 让学生更加了解劳动相关权益与观念 综合座谈则透过让同学与讲师能直接对话 学生的问题可以直接得到解答 我表彈有钱就是关于劳退的问题 那刚刚有就是林律师演讲完之后有解答我的问题 比较可惜的部分是希望可以多了解学习的部分 但是毕竟现在法规还没有完整的列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等之后朝暗示完希望还可以办类似的讲座 讲座提到除了基本性之外 学生该注意的还有试用期 契约的种类 劳工保险 甚至是劳工退休金的详细规范 而学生会为了保障学生权益 也曾整理中正大学附近店家的薪资地图 希望藉由各方面资讯的提供 帮助同学厘清劳资观念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同学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劳动权益在哪里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在于是说 他怕就算知道了这个店家违规 那他怕会因为这样子 他会失去的打工的机会 而不愿意去处理他 那我相信这可能这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劳动权益巡回奖座的举办 劳动部与承办单位不以余力 希望藉由奖座可以提供更多资讯 但最后能否达到最大功效 还是得靠学生自己的争取 中正一报 宁安琪 王玉琪 中正大学报导